今天要跟你说的这本书叫做从零开始学理财 是一本理财类的工具书 我先跟你说个段子 说有个小伙独自去北京打拼 好不容易的找到一个一个月赚三千块钱的工作 为了实现买房的目标 他就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 每个月精心规划自己的工资 早上就两根油条 晚餐就是一顿泡面 连根烤肠都不舍得吃 外衣外套都洗得快要褪色了 每个月省下一些钱来专注理财 就这么着 坚持了三年 最后他老爸给他一千万买一套房 这个段子 一方面是讽刺当下市场行情 一个人想要靠自己的工资 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买房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方面 他还道出了很多人对于理财这个行为 已经失去了信心 觉得我省吃显用精心规划自己的资产 可周围总是有一些靠投机 一夜暴富 瞬间实现财务自由的人 和他们比 我靠理财实现财务的增长 就有一种又傻又笨的感觉 一点都不高级 其实这种看法非常的狭隘 首先靠投机赚到钱的是有 那只是极少数 只不过是媒体一报道 我们就会产生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的错觉 这其实是媒体的一种曝光效应 比如有一天你发现 自己的朋友圈突然铺天盖地的刷某一篇文章 你可能会觉得 这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这个消息了吧 但是其实你的朋友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或许在你的圈子的外面 别人对于这个信息一无所知 其次那些能抓住机会的人也并不是都靠运气 大多数时候他们其实非常的聪明和勤奋 都做了长期的准备 做了大量的功课 才能够抓住一些转瞬即逝的机会 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工作 就算是一些很大的机会出现在你面前 你可能也会因为对这个机会 没有识别能力错过了 就比如说吧 比特币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骗局 对他很不看好 但是呢就有人在那个时候 敢动用杠杆大量的投资 那他们为什么敢呢 就是因为功课做的足 对这种新的货币有清晰的理解 了解的越清楚 那自然说信心就越足了 最后呢 理财这个行为 也并不是单单的 帮我们达到某个层次的财务目标 那么简单 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有什么样的理财观 就有什么样的生活观 像一个有多少花多少 金昭有酒金昭醉的人 他看起来呢是很潇洒的 但是呢 他也是承担不起任何责任的 所以说理财啊 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未来感 可以强制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 所以呢 如何学会理财 如何配置自己的资源 永远都是我们过上美好生活的必修课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张赫 是一位著名的财经作家和理财专家 他特别擅长给家庭和个人 做综合性的理财规划 除了这本书呢 他还写过很多的其他的理财书 比如说像成功理财的十六堂课 银行投资理财赚钱法 都是理财类的畅销书 在这本书里啊 作者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理财常识 帮助我们少走弯路 树立正确的理财观 下面呢 我就从理财的基本概念 常见的误区和实用的技巧 这三方面说一说这本书的内容 咱们先来说理财的一些概念 说到理财呢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投资 其实投资只是理财的很小一部分而已 理财呢 是一种系统性的工作 是一个多方面协调的结果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工程啊 我们先来建立一个模型叫做水库模型 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有一个水库 每个月呢 你要挑着扁单 提着水桶朝这个水库里面灌水 那为啥要挑着扁单呢 这就象征着 你必须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时间 才能够得到水 其实啊 就是你通过工作获得的月收入 那我们假设一个人25岁开始工作 60岁退休 那有35年的时间 按照每年12个月算呢 一共可以往这个水库里啊 注水420次 这个就是你获得水源的主要方式了 水库的一侧呢 还有一个大坝 这个大坝通向外面的世界 你的吃喝玩乐 衣食住行 都会让水从这个大坝往外流 这个就是你的消费 大坝的闸门开的大 你的水流的就快 开的小呢 流的就慢一点 那水库里还剩下的水 自然就是你的储蓄了 收入消费储蓄 这三项我们都很清楚了啊 那这个水库呢 还没有建完 它旁边呢 还有一口井 这个井啊 可以慢慢的向你的水库里面注水 那这个井呢 其实就是你的投资 投资的好 井水呢 可以给你的大坝补充水 你就有了被动收入 等到时机一到 不用挑水 也有水喝 投资的如果不好 井水呢 还会吸你水库里的水 当然啊 有的时候 如果你经营不善 水库干了 你还得向别人借水 这个就是你的负债 到时候你还的时候呢 得多还给别人借水 这个就是利息 最后 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你得把这个大坝修的稳固一点 不要一有风吹草动 就塌了 这个呢 就是保险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一个水库呢 基本上就是由收入 消费 储蓄 投资 负债和保险 这六个部分构成的 所谓的理财啊 就是合理调配好 这六个部分的比例 那我们最终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那当然就是实现每个人的终极目标 就是财务自由了 很多人觉得财务自由嘛 就是钱多的花不完 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其实不是 财务自由啊 是你脱离生存压力 开始有选择权的一种生活方式 形象点说啊 就是你的那口井的进水速度 大于大坝的最小出水速度 你不用挑水 也有水河 咱们再说的简单一点 假如你每个月的最低消费 是三千块钱 如果你投资产生的被动收入 每个月如果大于三千块钱 哎 你就是财务自由了 你就不用为了生计 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时间了 那为啥说投资收入 要大于你的最低消费呢 因为消费这个事 是没有上限的 人啊 就是有这么一个特质 生活品质 会自动匹配自己的收入水平 就是有多少就能花多少 每个月三千块钱 可以照常生活 每个月三百万一样呢 画得干干净净 如果不确定这么一个最低消费 那赚钱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游戏了 那这么说来呢 只要合理的调配这个水库 进水和出水的比例 实现财务自由 好像也不是特别遥不可及的事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为啥很多人就是经营不好自己的水库呢 总是入不敷出呢 这是因为啊 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踏入一些误区 那好 我下面就来说说常见的三种误区 第一种误区 没钱 我就不理财 你可能会觉得 这理财吗 都是有钱人干的事 我每个月收入 我花的不够花呢 我拿什么理财啊 那如果你这么想 那就错了 那前面我没说了 理财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就拿水库的模型来说 可能你现在月薪三千块钱 没有多余的钱去投资修景 不能产生被动收入 但是你总有办法提高自己的工资吧 让你每次挑的水多一点 那怎么才能挑的多一些呢 当然就是增加你自己的能力 月薪三千 是吧 把它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 用于最基本的日常开销 把这部分的花销呢 降到最低 剩下的钱啊 全部投入到学习当中 投资自己的能力 你比如说参加培训班了 买书买课程啊 买别人的知识 经验 时间 不断的提升能力 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 锻炼一种稀缺的手艺 这里强调一点 投资自己也是一种理财 而且是一本万利的理财方式 你的能力啊 知识啊 见识和经验 归根到底都是增加财富的主要影响因素 所以当你处在这个水平的时候 提升能力最重要 其他的投资方式 先不要考虑 也许你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月薪达到了六千块钱以上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想要开始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了 想把这个水的闸门 哎 好一点 不要着急 这还不是时候 因为水阔还没有建成 这个时候啊 你需要建一口井 你可能会说了 哎呀 这个月薪六千块钱 我基本上也是月光足了呀 剩下这么点钱 我就算投资了啊 我每个月也就赚个几十块钱的利润 我还不如花了呢 那这里说明一下 这个时候的投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让你进入这个领域 开始关注投资界的信息 也许啊 刚开始你的井很小 但是他毕竟也是一口井 你得先有了他 以后才能不断的扩张嘛 这个事情呢 是你积累投资经验的时候 不要去追求投资的结果 所以呢 别急着开闸放水 继续把生活水平保持在你当初三千块钱的水平 继续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 然后呢 开始持续投资 从最简单的方式开始 当你的工资啊 增加到一万两千块钱的时候啊 除了上面说的所有开支 你还需要给自己买一份保险 把放水的闸门修得牢固一点 提高抗风险的能力是理财的重要一项 因为谁也不能保证 关于身体健康的黑天鹅事件不出现 从这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理财并不在于钱多还是钱少 最主要的呢 是有没有建立理财的观念 你需要系统性的提高收入 节约开支 增加储蓄 持续投资 清理负债 设置保险 这才算是在理财 否则就是不完整的 如果你是一个及时享乐 不能推迟满足的人 那么永远都不可能建立这种观念 那注定你的小水库永远没有水 相反啊 如果你是一个有未来感的人 能够推迟满足 肯持续学习 那可能开始的时候啊 你的水很少 但是放心 你已经在滚雪球了 用不了多久 你会突然发现 自己已经达到了自己 梦寐以求的财务水平 第二个误区啊 说这个钱是挣来的 不是攒出来的 很多人都不愿意理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从小接受的信息就是 钱是挣来的 不是攒出来的 这种说法呢 当然也对 毕竟啊 靠攒钱 不是增长财富的主要方式 财富增长 还是得靠收入和投资 但是呢 攒钱是实现财务自由 非常必要的一种方式 攒钱有两个好处 一个呢 可以给你积累本金 就是你投资要用的钱 不管你收入多少 拿出来一部分 作为定期存款 都可以让你在看准机会的时候 能够出手 咱们举个例子 一个月光族啊 还有一个呢 是有一定储蓄的人 他们俩同时面对同样投资机会的时候 反应肯定是不一样的 月光族肯定会想 我要是有一笔钱就好了 后者有一定储蓄的人呢 他就可以开始品尝 储蓄带来的果实 可以出手了 前者只能是看着机会 随风消逝 就好像入手激化的雪花 后者就有一个开始滚动的雪球 从长期来看 最后的结果肯定不一样 另一个部分的好处是呢 它能让你避免急功近利的心态 我们从很多身边的例子就可以发现 最成功的投资 基本上都是长线投资 去赚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带来的钱 想要短期从市场套利 通常都会被收割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想啊 短期内整个市场啊 是一个零和游戏 大多数人亏的钱 就是极少数人赚的钱 你可以炒债券 外汇 大宗商品 艺术品 股票 但是背后的本质是一样的 就是在和别人博弈 作为一个散户 你可以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 比交易能力 你能不能比得过专业的投资机构 你有没有内幕消息 你的整合和分析能力就比别人强吗 你有先进的持续获利的算法没有 你有没有超级计算机 如果你都没有 那就不如不要参加这种短期的投资行为了 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做好长期投资的规划 设置一个很长的坡道 你的雪球才能滚起来 第三种误区 理财 就是整天关注理财产品 那你可能觉得 那我要理财 我时刻关注自己的理财产品 我看它的波动是怎么样的 这难道有错吗 怎么就形成了一个误区了呢 这是因为你少算了一笔账 就是时间的沉默成本 我们说的这个沉默成本 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 意思就是说 你干了这件事 就失去了干那件事的机会 比如说 你早上花两个小时看股票 那你就失去了两个小时 学习和工作的时间 这个就是你的沉默成本 很多人都会克制不住的 去时刻关注自己的投资产品 从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其实最好的投资策略 往往是盯着一个看好产品 然后长期持有 我们刚才说了 从短期来看 市场它就是一个零和博弈 有人赚了就有人亏 但是呢 从长期来看 市场是一个正和博弈的 大家都有钱赚 从历史的数据来看 所有投资产品 烫平短期波动之后 都显示出一条 向上攀升的线 只不过就是斜率不一样 有的上升的快 有的上升的慢 这个就是普通人投资的 唯一参考指标 就是去赚企业成长 和经济增长的钱 不要频繁的更换投资对象 不要被理财产品 消耗了本应该做 其他事的时间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一个误区 我们说了三种新手常见的误区 说了这么多关于理财的概念 那么到底要怎么开始呢 下面就来介绍一种 被普遍认为最科学的家庭理财法 叫做4321分配法 4321说的是一个资产配置的比例 我们可以把资产分成四个部分 40%用来投资 就是打好那一口 能够源源不断出水的井 用30%来消费 就不要把放水的闸门开得太大 20%用来储蓄 强制性的定期给自己存款 10%用来保险 巩固好水库的大坝 这个分配法的核心 是采用恒定混合性策略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种资产上涨以后 就减少这种资产的总额 把它平均分配到其他的资产里面 始终让你的配方 保持在一个4321的比例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月薪1万 可以用4000块钱来理财 3000块钱来消费 2000块钱来储蓄 1000块钱买保险 如果市场行情好 你投资赚了2000块钱 或者说你工资涨了2000块钱 就可以把这个多出来的2000块钱 然后再按照4321的比例 平均分配到咱们前面说的四个部分上 这样你各部分投入的金额都会上涨 而且还有保障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具体怎么分配 40%用于投资 投资什么呢 这个要看你在哪一种财务阶段 如果说现在收入比较低 刚刚踏入理财的领域 那么就不要去玩那些风险特别高的理财产品 比如说像外汇 期货 P2P 这些都不适合新手玩 可以选择一些有长期收益的 风险小又稳定的产品 比如说基金定投 债券 黄金 这些产品 现在手机上有很多的理财软件 用起来呢 也都非常方便 如果呢 你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小金库啊 有一笔闲钱 那你就可以去试试高风险的理财产品 可以是股票啊 权证啊 期货 外汇 各种虚拟货币 市场上这样的产品呢 也很多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 当然你还可以投资一些实体啊 比如说房产啊 商铺 还可以给你觉得靠谱的创业者 提供初始资金 自己做风险投资人 这些领域啊 每一个都需要长期的钻研 30%用于消费 就是我们平时啊 衣食住行所花的钱 如果说你想持续的增长自己的财富 消费可一定要控制住 因为周围所有的东西啊 几乎都在引用你消费 那只要你打开手机 只要出门 就有各种各样的广告信息 对你进行轰炸 轰炸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引导你消费 如果没有辨识度 你很容易陷入一种 无限替换和升级的状态 比如说 把身边所有的电器 我都换成最新款啊 把房子和车子都换成更好的 这种模式啊 是上不封顶的 你可以把消费无限扩大 但是首先呢 你得给自己确立一个最小值 就是除去所有不必要的东西 维持现有幸福感的 最低消费水平是多少 确定了这个值啊 再去看消费 你心里就有底了 20%啊 用来储蓄 储蓄的重要性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但是呢 它也是所有环节最难的一部分 因为储蓄啊 就意味着 你得克制自己的欲望 要有很强的未来感 要有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扭头就走的勇气 有钱能忍住不花 绝对是一件 又折磨人 又锻炼自控力的事 那怎么储蓄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制 比如说你可以定期 让银行或者理财软件 从你的银行卡里 扣除一部分资金 这样你就不知不觉的 养成了储蓄的习惯了 储蓄是养成理财观念 逃不过的一个步骤 四三二一 最后这10%啊 用来保险 这个很容易做到 关键是 你能不能养成保险意识 你愿不愿意做 很多人觉得 这买保险啊 都是老年人干的事 我身体力壮啊 没病没灾的 三年我都不感冒一回 买保险不就是 浪费资源吗 其实啊 这还是一个 目光长短的问题 在短期里面啊 一个人发生意外事件的 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但是如果你把时间尺度拉长 你会发现 早晚会遭遇一次 小概率事件 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呢 就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 我们假如 一个人有五种常见的 重大疾病 每种病的发生率是10% 那么一个人五种病 都不得的概率有多大呢 答案就是0.9的五次房 就是59% 换句话说 就是还是有41%的概率 至少会得一种大的病 那你可别忘了 还有车祸 投资失败 家庭不幸 经济不景气 这些因素完全不可控 和不可预测 所以说每一件不好的事 虽然说它发生的概率很小 但是加起来 发生的概率就非常大了 明白了这些道理 你会发现 买保险 巩固自己的大坝 增强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是理财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好 我们总结一下 这本书给我们讲述了一些 很入门的理财观念和技巧 用一个水库的比喻 给我们建立了一个理财的基本模型 强调了收入 消费 储蓄 投资 负债 保险 这些环节都是理财不可缺少的环节 还指出了理财的时候 新手常见的三种误区 钱少我就不理财 只赚钱 我不储蓄 花太多时间关注理财产品 最后呢 提出了一个很实用的投资方法 叫4321资产分配法 鼓励我们把自己的资产分成四个部分 40%投资 30%消费 20%储蓄 10%买保险 如果还有多余的钱 就再按照这个比例分配下去 给自己定一个长期的理财计划 合理规划自己一生的财富 最终达到一种被动收入 高于最低消费的财富自由状态 说到底啊 理财的本质就是关雪球 首先啊 你得有一种很强的未来感 才能持续理财 才能够把经由你手中的资产 从抓不住的雪花 变成越滚越大的雪球 其次呢 开始雪球的大小 从长期来看并不是那么重要 关键你得看 你有没有 还有愿不愿意规划和打理 理财也非常考验人性 需要很强的自控力 和克制消费的冲动 养成理财的习惯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 达到理想的财务状况 更重要的是 能够把生活品质 带上一个持续向上的胁迫 这是把控自己的生活 实现幸福生活的关键 给你帮助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